修行念经的人都有一定功力和能量了 那么修行人执着的话 是否对自己对他人伤害力更大 遇到一个比自己更执着的修行人时 一般会反思悔过 这是否是菩萨的巧安排 记住了 你们念经的人 不能随便生气 你们现在念大悲都念得很厉害的人 不要随便跟自己的孩子骂他 骂他孩子会吃你们的气的 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后来 为什么爸爸一骂他 妈妈一骂他 吓得了 因为他吃的那个气场很厉害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念的修行修得越好的人 越不能随便发气 生气 就像很多人身上武功越高超的人 不能随便出手的 一出手你把人家打死了 听懂了吗 听懂 所以你们学博修行 更要有慈悲心 更要有人辱心 不能随便骂人 不能随便讲人家不好的 人家会吃你们气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你妈孩子越来越笨了 你怎么越来越蠢了 这孩子越来越笨 越来越蠢的 但是你自己也功德有肉啊 大家听得懂吗 你要天天 看见孩子功课做得不好 你要跟他说 孩子啊 你放心吧 你会越来越好的 菩萨保佑你 你的智慧会越来越高的 拍拍他的头 对不对 实际上不听话嘛 拍得重一点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